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 有些人考100分是因为满分只有100 国中会考没有办法展现我的实力啊 今天我邀请了来自全国 11位自信满满的国中毕业生 让他们透过严峻的国音术挑战 拍摄其中哪三位考了会考成绩最高分 5A10加 我们将跨越两年半还没进高中 直接挑战学测国文英文 以及两项高强度不同维度的数学考核 在活动最后会揭晓 他们将就读哪所高中 究竟谁才是高手中的高手 不过在活动开始之前 让我们进入一段工商服务时间 哈啰大家好 我是本艺女中近年的毕业生戴佩晨 登上高中之后 通勤时间变长 使用平板学习的比例也越来越高 有个CP值高的触控笔 不管是做笔记 画插图 当计算纸 做读书计划都非常方便 但是因为原厂的笔真的不太便宜 我推荐大家 我们同学很多人在用的 Panovo AX触控笔 价格只要1390元 比原厂便宜了将近3000元 而且它只有14克 因为我之前有用过原厂的笔 Apple Pencil是20克 它6克写起来还是蛮有感的 点两下笔尾就开机 不需要蓝牙配对就可以直接使用 Panovo AX有防手转误触 书写的时候会自动开启 搭配iPadOS的随手写功能 就是从右下角往上拉做笔记 非常方便 Panovo AX和iPad一样都是用Type-C充电 充电5分钟可以使用3个小时 5分钟没使用的 就会自动关机 非常省电 如果家庭有多台iPad 一支笔就可以在多装置之间共用 不用切换 如果需要同学们可以点击下方连结购买 输入专属折扣码IB100 还可以想满千折100哦 那现在让我们欢迎今天的11位挑战者进场 1号方冠云 曾考过建宗科学官 我是和平高中国中部的方冠云 兴趣是算术学跟打棒球 冠云你为什么想参加今天的挑战 因为之前有看过第一届的5A10家 觉得很有趣 所以就报名 2号三支国中 陈哲鹏 市长奖 三支国中 江城茂 单字量已推至6000 三支在哪里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在淡水再过去40分钟 教室往外旺就是海 我们来这边要花两个小时才到的 你们学校的升学率怎么样 4、5年才会有一个第一支援的 大家可能没有想要考上很好的高中之类的 大家都比较想就进读 那哲鹏你通常在学校的校牌都是多少 没有掉过3以外 你虽然读偏乡国中 你还是拿到了市长奖 市长奖只要班级第一都可以拿 尤其在偏乡其实没什么东西 那陈茂你有拿市长奖吗 有 其实拿市长奖蛮简单的 那冠宇你有拿市长奖吗 有啊 有啊 照着这种学校里面 呵呵呵呵呵 那我要先访问后面的人 后面的人你们有谁 市长奖的都举手 台北市中正国中 王宇森林安琪 听说中正国中是台北市分居最高的公立国中 你们一年有多少个人是上建北 大概一百二十几个 分享一下你们在中正国中的氛围 七八年级大家都蛮放松的 可是到升九年级俗服之后 每天都会固定排考试 之后也会有晚自习跟第九届 压力会变比较大 差不多会这样 然后同学之间很喜欢比较 就是很喜欢问别人考几分 那安琪你通常都考几分 我通常都是校排前五十 六号南门国中黄云静 七号明德国中谢怡伦 我是南门国中的黄云静 我是谢怡伦 平常的兴趣是弹钢琴跟看漫画 大家好我是土城国中的陈安琪 我有自己的YouTube频道 想要看其他创作者是怎么拍摄影片 那你今天看的感想是什么 很专业 哦 是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大家好我是新泰国中的赛鱼 来自高雄五福国中 小五十在美国上学 大家好我是罗大招 平常的兴趣是打篮球和足乐高 大家好我是中兴国中的吴冠菊 首先呢我想要来谈谈国温这一科 今天的十一位来宾当中 有七位会考成绩国温A++ 冠宇对于你的国温有什么样的想法 我在七年级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遇到一个我们学校的老师 他在上课的时候会给我们很多的补充资料 到八年级九年级的时候 我基本上已经不太需要听国温课 到会考就可以有一个还算不错的表现 我们的国温老师很用心的帮我们补充资料 所以九年级的时候 我也没有花很大的心力在这个科目上面 就已经有一个不错的基础 我对国温其实很有兴趣 平常写考卷的时候 如果看到文章我觉得写得很好 我当场都会很兴奋 其实是这样子啊 因为有很多高中生觉得说 国温这个科目是没有办法准备的 如果你程度不好 读再者都没有用 或是如果你程度好 根本就不用准备 也可以表现得不错 由会考刚考完的国温生们 如果由你们直接来挑战 学测国温会是怎么样的结果呢 学测国温是分成50%的综合能力测验 还有50%的写作能力测验 那我给他们挑战的是综合测验的部分 写作呢 就直接给他们去年顶标的分数 我觉得这样对他们比较公平 因为他们是第一次写学测考题 可能比较生疏 时间的部分 我有给他们延长10分钟 让他们尽可能写完才对答案 有兴趣的准高中生们 也可以用同样的标准 自己下载考卷来挑战看看哦 那他们作答的时间 我们直接跳过 一起来看看他们的表现如何吧 你们刚刚写完了去年的学测国文 你们觉得写起来的难度如何 冠云 他真的有比较难 但是我还是有用删去法 尽量选出一些我觉得蛮不错的答案 我觉得他跟会考最大的不同 会考前几题都是很简单 会让你放松的那种学测 前几题他就直接不会跟你客气 第一题就是一个很难自应自行的题目 那你预测一下自己能拿几分 大概12、13、14这样 他的文言文比较多 你会考的占比还要再多一点 会考国文有很多都算送分题 但这个几乎每一题都要想很久 你们刚才只有写选择题吗 然后给你们的分数加了36分 36分是决策的手写顶标的分数 这就是给你们加一个非常高的手写分数 然后对应出来的级分 接下来我会公布大家的成绩 冠宇 15级分 冠宇的分数在15级分当中非常上面的分数 折捧14级分 陈茂13级分 宇森14级分 安琪12级分 云静14级分 宜伦10级分 安姐13级分 宇柔12级分 大招10级分 冠君12级分 今天冠宇优秀的表现 说明了具备好的阅读素养 即使没学过高中的核心古文 也可以在学色古文有好的表现 确实大考核心古文 国学常识的占比不多 但像今天几乎所有人都错的第一题自尼自行 就是来自课文 没学过当然不会 还有国文这个科目 对程度普通的人来说 运气成分蛮高的 考运好可以14级 考运不好就掉到11级 大家不要对表现普通的来宾太苛责 恭喜你们完成国文的挑战 但是呢要提醒大家 你们这一次的分数是加了非常高的手写分数 如果你手写并不那么强 你的分数可能要扣个两级分 希望大家在两年后 真正上学测考栏的时候 有更好的表现 可能会有人觉得 学测国文的手写占比太高 成绩会有点失真 确实如此 但接下来的英文考核 鉴别度就非常的高了 今天的来宾 11位当中 有9位英文是考A++ 但是我想知道 会考英文A++的实力 是都一样的吗 我想要访问一下陈茂 你在世界上面说 你有背到6000字会 真的吗 我也不确定 差不多 比较有兴趣 看到就想背一些 安琪对自己的英文有自信吗 有 就是因为是我所有科目里最好的 所以就比较有自信 我对我的英文也是蛮有自信 看到英文心情会比较好 特别好 大招 对你的英文自信吗 算是有 没有特别去学 但是平常都有在接触一些英文的东西 挑战开始 英文考核的规则 是我给他们70分钟聪明的时间 写前72分的题目 手写给他们22分高分顶标的分数 也欢迎小高一观众们用同样的标准挑战看看哦 那他们作答的时间我们直接跳过 一起来看看他们的表现如何吧 有没有觉得自己刚刚的表现还不错的 陈茂 你觉得你刚刚的表现怎么样 还行 可能1344 安琪 我觉得比我想的还要简单一点 那我换个问法好了 你觉得你刚刚错几题 应该没有很多 三四题吧 大招 我也觉得没有到很难 都看得懂 那有没有人觉得蛮难 应该大部分都会觉得蛮难的吧 因为你们还是国中生才刚毕业而已 我觉得跟会考英文差蛮多 其实上还蛮难的 因为我也没有提前先背单字 升男字变多很多 国中最多最多就是到两千嘛 高中的话可能会到六七千 从单字题六到十开始 一直到后面的不管是篇章结构 还是文艺选天都颇有难度 那一样我给大家加了22分 22分一样是手写的顶标的分数 接下来我会公布大家的成绩 你们当中有一个人 是拳队 然后是安琪 那当然是15级分 那我们从前面开始吧 灌云12级分 泽鹏13级分 藤茂14级分 余森14级分 然后林静10级 伊伦10级 安姐11级 余柔11级 然后14 幻居9级分 如果你们的手写能力不足 可能要扣个一级分 我想要访问一下你们 学习英文的经验 你们有谁小学的时候补过美语班的 都有吗 我们从安琪开始吧 安琪你怎么学英文的啊 很好奇 我小学的时候有读过很多英文的文章 我没有特别去供那些文法 我对文法很多名词都不太熟 可是因为我读很多文章 所以可能会对它的语法比较熟悉 陈茂你怎么学英文呢 一直看一些外国的文章 或者是影片 之前有跟外国人聊天的经验 一两年 大招呢 之前有去美国上学的时候 就有一些可以用英文对话的机会 后来回来台湾也是 会平常看一些影片 都有一直在用英文 所以你是觉得在那一年进步非常多吗 对因为在那个之前没有到特别好 学策英文跟会考完全不是同个level的 我觉得我国中的英文已经算很好 但是我写高中英文真的是 但是基本上大部分都看不懂 我觉得这个难是在于我的单字量不太够 除了单字之外其实也都有很多的骗 国中会考难的地方比较是文法 如果文法好会考的英文应该就蛮好的 文法考的没有我想象中很多 大部分就是你单字只要配的熟 基本上都可以 我也欣赏几位来宾分享他们学习英文的方法 大家可以反思一下 学好英文我们真的需要学这么多文法吗 特别是很多大补习班 喜欢教很难的文法当做噱头 搭配填鸭式的教学模式 真的对学生有帮助吗 今天来宾的英文实义都很不错 但大家不要觉得怎么有人会考A++才考9集或10集 好像很烂 如果一个人只有2000字会 写学测英文就是会完全看不懂 分数一定非常的凄惨 但如果能掌握约4500字的高频率字会 学测就有机会拿13集以上 接下来我想听听你们高中三年想完成什么目标 一个个个分享吧 我的话因为在国中阶段表现还算不错 我在高中的时候也想要延续这样的表现 至少可以在校团稳定可以在前10到20% 在学测的时候我希望能够达到 不敢说60级 但是我觉得5859应该是要的 其实我现在志向还不是很明定 可能法官或者是医生都有机会 蛮希望去拓展年纪的 因为三芝是一个很小的地方 希望能透过高中认识跟我们层次比较不一样的同学 先把学科巩固好 我现在还算不上顶尖 还会被点烂 我希望可以借由社团活动训练 社交能力跟沟通能力 我希望可以多涉猎不同的领域 我以后应该会念三科 可能去顶尖一点的高中 成绩就没有办法在很前面 好好享受这三年高中生活 去尝试各种想尝试的玩出一个很精彩的社团 也兼顾课业 因为我喜欢追星 然后我也喜欢跳舞 希望能兼顾自己的兴趣 有玩乐的同时也让学业保持在一定的水准 好好读书 因为我想考上好大学以后 找到好工作 长大后能赚很多钱 当初就是为了更竞争环境 转去台北 希望有比较好的学科成绩 未来可以有更多的选择 数学有两道考核 第一项是计算排位赛 很多人都会抱怨自己很容易出心 简单的加法乘法都会出错 为什么会如此呢 我想看看是不是因为计算基本功有差距 所以我决定要挑战来宾的极限 我要考大家50题有难度的四则运算 比赛的规则是正确提出优先 如果得分一样 则用时短者获胜 3 2 1 公布成绩的时间有点冗长 我直接带大家看结果吧 恭喜用时7分58秒 第四位胶卷的安杰 表现又快又好 是本次挑战的第一名 再来第五位胶卷的怡伦是第二名 第三位胶卷的云镜是第三名 还有第一位胶卷的雨森 他用时比第二位胶卷整整少了一分多钟 正确率也算高 这四位选手表现都很不错 从这次的比赛结果我们可以观察到 个体的计算熟练度还是有差异的 特别称赞一下一号的冠云 虽然他的计算能力并不突出 但他选择放慢速度 让我们进入今天最后的考核吧 最后一个考核会有备战时间 会先让大家练习一个题目 可以互相讨论 之后再进行真正的考核 这道题目叫做乘方逆运算 你们会先拿到一个示范题目 简单来说就是要求框框里面的数字是多少 当然框框是一个正整数 那我们开始进行备战 这是我今天找哪个数字的五次方位 因为100的五次方是大以上的数字 所以一定小于把70的五次方跟80的五次方 刚好一个比较小的比较大 所以这个数字就要70跟8的中间 然后就只有70 那我们接下来的挑战一样是竞速 会取前三名 挑战开始 第一名黄云镜 直接带大家看结果 恭喜黄云镜以5分10秒 远超过其他的速度 拿下本次挑战的第一名 云镜是维尔在备战时间解出示范题的挑战者 有非常棒的解析思维 那正式挑战表现更是一枝独秀 祝福云镜在高中数捷也能有非常好的表现 接下来宇森跟哲棚经过备战实验的吸收 同样解出本次挑战的题目 学习能力很强 值得肯定 今天有三位五位识假的来宾 你们猜猜看是哪三位吧 我觉得4号跟5号还有6号 可能是五位识假的同学 4号跟5号因为他们是中程国中毕业人 特别是5号 是校牌前50 刚才在学测英文是全队 很厉害的那种感觉 1号 5号 6号 1号他刚刚讲 学测不是60 就是59或58 我觉得很厉害 他如果这样的信心 他很有可能是成绩好 6号在刚刚的数学也是 听大家眼镜一亮 我觉得1号4号5号 1号是因为 他要勇气去考建筑科学班 4号是因为 我看他写考验的时候 挺有自信的 动作都很大 1号5号6号 6号他刚刚在减 四方的问题处理得很快 1号2号6号 2号 2号感觉听他讲话 就觉得他很有一套 我觉得6号刚才 有讲他的那个揭法 感觉他蛮有实力的 1号2号跟5号 1号他讲话真的超级自信 5号的英文实在是太强 1号5号跟6号 6号我坐在他旁边写考卷 他都写蛮快的 1号5号跟6号 6号讲话很清晰 感觉是很厉害的人 1号5号跟6号 他们三个说话的方式 都很有自信 1号2号和3号 因为我觉得他们讲话 就有点学霸的感觉 1号4号5号 这三个人在警车上 都算蛮突出的 我是建宗的方冠云 我的会考分数是34.6 我是建国中学的陈哲鹏 我是建国中学的江陈茂 我是建国中学的王雨森 我是师大附中林安琪 我是北一女中黄云静 我是中山女高谢怡伦 我是北一女中陈安杰 我是景美女中太儿 我是高雄中学罗大招 我是成功高中我冠菊 来看一下今天活动大家的表现吧 4号与现在四项考核都有不错的发挥 还有冠云、安琪、云静 在三颗表现很突出 恭喜你们 你们都还很年轻 都还有很多的时间 可以让自己更进步 祝大家有个充实的高中生活 观众记得订阅 如果明年有第三届 你们会想参加吗? 明年见喽 拜拜